大家好,我是币城能言 很高兴大家能够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主要关于比特币的投资 区块链数据有比相关的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的选择做第一集的九差 有种顶级思维叫做某非定律 你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 关注能言,让你不再害怕 那么,回顾一下我们昨天的行情分析 昨天的行情分析 先在这里啊 在这个位置啊 进行了一波的一个 其实我们是在这个啊 21号的凌晨的时候啊 在这个位置 凌晨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啊 就这个位置进行了一波的做空啊 到这个9000美金 大家可以看我的单子 到这个9000美金这个位置啊 到这个9000美金的位置 那么在这里 在这个 在凌晨的时候啊 在这个9000 在这个9000 差不多500美金的位置 到这个 以前到这个9000美金啊 9000美金 可以了 就进行了一波的操作啊 操作 操作 那我们在这一波进行的一个一个空单的一个选择 这一波操作啊 其实 有很多朋友是在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个退缺的一个脚步 因为在这个位置啊 进行了一波的一个反弹的一个位置 说说大家就很害怕 很害怕 对吧 对 很害怕 就不敢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啊 下一步的操作 那么啊 就无法的进行了 这一波的自营的一个状态 自营的一个状态 那这其实在我们的一个现后群里面已经啊 按照这个9000美金接 其实在这个位置已经接到手了 接到手了 至于要不要继续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 一个继续一个回下跌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 那么这个牛市的话啊 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越来越远 因为这个操作就不符合一般的常理所在啊 常理所在 所以说按照这样的速度还要继续进行一步回调 但是我们可以逐渐的在这步啊 我们的位置就非常好 我们在9900美金的时候已经出了这个位置 在9900美金的时候啊 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已经出了啊 大家可以看到群里的公告啊 看到群里的公告 在这个位置其实已经出掉了 出掉了 说说我们在这个位置请进行的下一波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接盘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至于会不会继续的进行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还有再一个进行一个探讨啊 探讨 那么今天的话 昨天有一个朋友 他是开了一个空单啊 他在这里 他开了一个空单之后啊 他选择了一个绝望的时候啊 绝望 在这个位置 他非常绝望啊 在这个位置啊 其实在这个位置 他是非常绝望啊 在他在这个位置开了一个多单之后啊 多大啊 开了一个空单 他在这个位置开一个空单呢 其实是非常绝望的 绝望的 他又开一步空单的空单 但是进行了一个上涨的情况 但是在这个一波的时候 我叫他继续的 在这个位置 我叫他继续的 进行了一个维稳的一个状态 那么今天啊 进行了一个打回调的一个情况啊 一波啊 一波那就赚了差不多有啊 有几十万元 人民币左右 几十万元 人民币左右 说说这一波操作就非常完美啊 发现非常完美 但是有很多啊 朋友他都不相信啊 始终不相信 有会有这样的解决 他始终看那个四个小时的线啊 他在这个位置 看那个四个小时的线进行一个 他在这个位置 他非常不专业 他就在这个位置 他看到了一个 从那个四个小时的线啊 从那个四个小时的线啊 在这个位置啊 在那个四个小时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啊 一个上档的影啊 不是这个位 在这个位置啊 他从那个四个小时进行的 看到了一个上档的趋势 在这个位置 但是能源在这个位置 其实是进行了一个 看空的一个状态啊 说说啊 他看这个四个小时 是非常不准确的一个 一个新手的一个操作 是非常不准确的啊 说说你要按照 现实的套率去做啊 你才能够装到钱了 那么关于今天的一个 行情的一个判断啊 能源有可能会看到 一个8600美金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比较啊 一个强力的一个支撑位置啊 那上方是一个啊 9300美金啊 这个在这个位置啊 这是一个强力的压力位啊 突破这个位置 可能会继续的反弹啊 继续的反弹 说说今天啊 在这个半途 途中的时候做一个选择 是最最好 在途中做一个选择 是最好的 最好是在这个下跌的同时 或者是在上涨的同时 在中途做一波啊 一个一个加弹的情况 就是为什么说 因为现在的波动大 无论怎么波动都有啊 是个四五百美金的一个差距啊 差距 说说我们在中途 就可以撞到一波的差距啊 大家就要按照这个套路去做 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了 我们今天是说到这里 大家每点关注点点关注点的 关注的话 请点击小铃铛 我每次发消息的时候 你都能第一时间 能够收听到 到我的频道啊 大家在上方评论666 或者回复啊 一个 一个留言 或者添加这个 狼眼助理的微信 就有可能会 你去到一个炒币的口径 好了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